首先我们把素材每隔两帧裁剪一下 一共裁剪六下 把其中的第二段和第四段删除掉 预览一下 已经有了信号没有连接好的故障现象 我们把第一个轨道的素材 复制一层到VR轨道上 并且位置稍微向左调整一点 无透明度稍稍降低一些 第二素材同样复制一个 调整一下位置 无透明度稍稍降低一些 顺带再做一个缩放 第三素材同样复制一层 然后添加一个三路色彩校正效果 把中间调的色轮偏移向红色调整一下 把素材位置向左偏移 并在键选项添加一个柔光模式 最后一个素材和第三个素材处理方式一致 只不过把中间调的色轮偏移向蓝色调整 位置向右偏移就OK了 最后把我们挑选好的音效添加上去 这样一个简单的快速故障效果 就制作完成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雷特视创刘静怡 今天又和大家在这里见面了 今天就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常用的 遮罩转场效果视频教学 我们话不多说 先来看一下效果的样片吧 首先把我们需要剪辑的素材添加素材到时间线上 在手维遮罩效果中 在手维遮罩效果中找到视频画面中的公交车出画的前一帧 绘制遮罩效果中的遮罩效果中的遮罩效果中的项目 我们先柔化稍微调整一下 确认没有问题后 把下个镜头添加到遮罩镜头 轨到下方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为了视镜头衔接更加连贯 下个镜头的运动方向与前一个镜头保存一致 最后我们再调整一下镜头的速度 这样一个简单的效果就制作完成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静怡 上面的视频呢 就是大家熟知的著名电影《新德乐》的名单中的片段 电影中红色衣服的小女孩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导演通过保留视频单色的方法 将视频中红色以外的部分做了黑白单色处理 那一抹暗红也代表着在那个疯狂和战乱的年代 残存着的一丝善良和童真 那么就有很多小伙伴们好奇了 这种效果是如何制作的呢 今天就来教大家利用IdeosX 制作保留视频单色的效果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把视频素材拖动到时间线上 在特效面板中找到视频滤镜 然后找到色度效果 拖到视频素材上 双击色度 现在我们想要保留红色跑车的颜色 然后把其他颜色全部改为黑白色 我们点击键显示 然后在色度预览框中点击红色跑车 被选中的颜色会以白色显示在视频的窗口中 当然了 没有被选中的颜色就是黑色的 这时候我们点击色彩亮度按键 做精确的调整 直至红色部分全部被选中 设置完成后 我们把键显示关掉 然后在外部滤镜这里选择原色校正 把饱和度降到最低 为了突出跑车这一主体 还可以简单调整一下亮部和暗部的细节 这样我们的效果就制作完成了 保留视频单色的方法 不仅可以突出主体 还可以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大家好 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本次我们将讲起如何利用Ideos X 为电影影片添加光晕效果 尽管光晕效果会破坏画面 让很多摄影师都避之不及 但合理利用光晕效果 可以使你的视频更具有电影感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Ideos X是如何实现这种光晕效果的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镜头光晕的视频 把视频素材放到VA1轨道上 然后我们挑选好的光晕镜头 放到V2轨道上 并把多余的镜头裁剪掉 添加到视频轨道上方 并添加柔光模式特效 可以通过视频布局 对画面大小 位置 透明度进行调整 这样一个简单的效果就制作完成了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一个在回忆中经常使用到的效果 在电影《夏洛特 烦恼》中 夏洛回到教师课堂的梦境 就是使用这样一个效果制作的 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下面15秒教你如何制作 让你春光满面 灵魂扎现 我们选中素材 在VA2轨道复制一层 为素材添加高丝模糊 然后给一点模糊度 我们这里调整到6%左右 然后我们到混合模式里 添加绿色模式 这样一个效果就制作出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 下面我们对齐简单的调整 调整模糊度和颜色 以达到你认为更合适的梦境效果 这样一个梦境回忆的效果 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您的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嗨大家好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技巧是 利用爱迪欧斯X制作双重曝光效果 我们话不多说 先来看一段成片视频吧 看了刚才的视频是不是很有电影感呢 下面来跟我一起学习一下吧 首先我们需要拍摄一段这样的视频素材 人物的主体大部分处于比较黑的状态 但是不能全黑 需要有一点轮廓 背景呈现出均匀的白色 然后我们随便找一段风景的视频素材 把它放在上面的视频轨道上 把人物的素材放在它的下面 在特效面板里找到建的混合模式 然后我们把绿色拖动到风景的视频素材上 这样双重曝光的效果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再简单调整一下下层人物素材的颜色 让效果更明显一些 这样我们的双重曝光效果就制作完成了 内容 人物素材 确czy